長話短說 梁建峰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梁建峰 我在上個星期五出席了白蘭基金會的籌款酒會 在那裡有一段意外的經歷 說是意外因為類似的社交場合 一般的預期都會只不過是禮節性的寒暈 又或者是好朋友的問候 但我在毫無預期的情況下 竟然和一位陌生人來了一場激烈的政治交鋒 酒會上三藩市藝術大學的校長 介紹我認識一位中年的白人女士 校長提到我是香港星島日報在三藩市的負責人 這位穿著優雅的女士就立即表現得很興奮地說 哎呀我剛剛才從香港回來 香港真是個好地方 然後這位女士又用期待用逼切口問問我 你覺得香港怎樣 基於媒體工作的本能 我意識到這位女士其實自己對香港是有一些看法的 只不過想找我這位香港人來印證一下 於是我就含蓄地說 中國發展得不錯 但香港就差一點了 我這樣說其實是拋磚引玉 想聽一下她怎樣說下去 果然她開始 好像口若緣河發表對香港政治的看法 她說香港的情況是好不好 你知不知道 中國正在掠奪香港人的土地和資產 我還沒等她說完 我就接著說 不是這樣的 香港從來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她立刻反了一下白眼 我繼續就說 香港淪為英國靜民地 是因為鴉片戰爭 這是英國人的恥辱 竟然為了維護向中國人 售賣毒品的權利 而發動對華戰爭 聽到我說這番話 這位女士身體向後傾斜二十度 冷笑幾聲 而在她身邊的一位 紳士型的中年白人男士 也眼睹到大一大 賠上了尷尬的表情 可能這位女士想不到我會這樣回應 於是她就說 其實香港人很不高興中國的嚴厲統治 都希望英國能夠幫他們 我就說 我是在英國靜民地時期出生和長大的 英國政府沒有給香港人民主和選舉 但香港人是因為經濟生活改善了而變得有希望 而現在有選舉了 每天都可以示威 但生活大不如前 是犯政治化害了香港 我最後還報一句 我說香港的真實情況 不可能在西方媒體上看得明白 只是我們都不知怎樣對話下去的時候 幸好又有朋友來打招呼 戰火就此息滅了 我心裏想 西方人或者不知道 又或者故意忘記了香港是怎樣來的 所以他們仍然今天 可以夠膽用拯救者的姿態 來談論香港的事 但我們中國人 就不能夠忘記了 我是梁建峰 下一次的長話短說時間再會 去廣播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